各位朋友和主內的大兄姊妹 早晨 願你們平安 現在今天又是敬拜主的時間 讓我們雖然繼續透過網上去敬拜神 可能會不習慣 但是我們又可以安助家中 好好的靜心敬拜神 現在就請我們安助 預備好 我們一起去敬拜 讚美主 各位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 2020年7月26日 網上主日崇拜現在開始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神是個靈 所以拜他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請大家一起唱詩 世紀重贊 第一八首 美哉主耶穌 菲昌 每節發答 對义主耶穌 作詞藏沃 она主神 全部白日至回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耶稣感美丽 能是受伤得终合理 耶稣感美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感美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大家一起誠心祷告 慈悲人爱的天父 我们怀着满心的感恩 来到你的面前 20年已经过去大半年 现在已经进入下半程 当我们回顾过去这七个月 我们怎样从冬天走到现在夏天 有经过了几多的高山低谷 甚至目前 我们还是在过渡这个世纪疫情 但当我们回顾 我们每一个的难关 每一个的难处 我们就发现 主啊 你的保守 从来都是围绕着我们 而你对我们的应许 也都从不落空 就是我们的日子如何 主啊 你都必定 给我们的力量也如何 所以无论前面 我们还要面对 几多的难处 还要跨过几多的难关 但我们深信主 你必定保守 你的恩典 一定救我们用 主啊 你是佩得 我们以灵 以诚来到敬拜你 求你赐下圣灵 均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求你祝福港者 也都给我们有聪明智慧 懂得如何用心灵 和诚实来到敬拜你 还有来到与神你相交 今天的崇拜 由开始至末了 每一个的环节 恭敬地交代 在主你的恩典里面 求你保守 带领 祝福和越纳 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我救主 得圣名而求 阿门 接着是经文中读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 九至十五节 请听我读出 所以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刺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是谈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 权并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你们遥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遥恕你门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遥恕你门的过犯 经文中读完毕 接着我们有正道的时间 今天非常之高兴 请到我们熟悉 有亲爱的霍杰然传道 在我们中间正道 他的讲题是 从瑶树到瑶树 把时间交给霍传道 丁姐妹大家好 最近时时在家 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多了 会不会是更加亲密 或者是不是挨插多了呢 最紧要就是说 咬完就算了 我们有句话 说没有隔夜仇嘛 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 不可以含露到日落 但是有时 如果你发觉 说起来的时候 你还是很劳气 很不高兴的话 可能我们就是要学习一下 怎样来到瑶树了 今天我们的题目 是讲从瑶树到瑶树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的天父 是一个怎样会瑶树的神 瑶树是他的本质 其实这个真是古老的话题 因为从创世纪开始 人一开始犯罪 我们就会看到 神同时是瑶树人了 当然人是要承担罪恶的后果 但是看到 神是利用动物的皮 为人来做衣服 而且是预言将来 是会给人类有救恩 因此我们看到 神实在是愿意来到 是瑶树人的 但是圣经是第一次 神在哪里 说到他自己 是一个瑶树的神呢 原来在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第六节里面说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念吻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 全流慈爱 赦免罪业 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必追涂他的罪 至乎及子 直到三四度 这里讲到人 形容就是 有罪业 过犯和罪恶 总之 你给我讲就是一句 人总之就是作恶多端 但虽然是这样 但神仍然是愿意来到赦免 赦免和遥书 其实是同一个字 意思就是 拿开或者免去 包括我们讲的前债又好 道德或者是法律上的责任 那为什么神会是来到赦免 或者遥书呢 这里看到 神是因为他有年吻 有恩典 不轻易发露 特别讲到 他是有慈爱和诚实 其实慈爱和诚实 其实是一个字 是代表他是恒久的忍耐 大家或许会想到 在这个哥林多前书 讲到爱的时候 就讲到爱是恒久忍耐 我相信都是同一个意思 这里两次讲到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就好像提醒我们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认识这个神 是什么的神 他是愿意为千万的人 全流慈爱的 全流慈爱的 或者想一下 到底这番的说话 在创世纪的时候 在什么情况之下说呢 我知道了 大家都认识圣经 你会知道 我是在十戒 翻十戒的时候 说的 我又算你对 也认识圣经 不过可能对了一半 应该是说 神是第二次 再跟这些以色列人 立约的时候所说的 原来神第一次 翻十戒之后 摩西一走转变 那些人就怎样呢 拜金牛了 就立刻犯了这个十戒 神本来想杀光他们的 但好在 得到摩西的求情 神结果就 遥恕他们 赦免他们 并且愿意再次 跟他们立约 所以当时 神就再说这番话 就说 他是一个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是会为千万的人 传留慈爱 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过 其实在诗篇里面 大卫都有类似的说法 我相信都是从那里来 就是103篇 第八节那里讲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窄避 也都不会永远怀怒 他没有安我们的罪业 亦都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 来报应我们 那这一个 是不是就是 他的赦免 他的遥书呢 接着 很熟悉的 我们讲到 神的爱是什么呢 好像天这么高 天离地有多高 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 就有这么大 也都讲到 东离西有多远 就讲到 父亲 怎样连率他的儿女 神也都会怎样连率 敬畏他的人 老实说 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 天和地有多高 我相信 没有什么人 可以答得出 但是 如果我们问 特别是为人父母的 你有多连爱 你自己的儿女呢 我相信 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知道 意思是说 无论他犯罪是怎样 或者犯错是怎样 都好 其实我们 很愿意原谅他 因为我们最关心 最希望的 就是他们能够知错 能改 我们随时就愿意 来到原谅他 就好像浪子的父亲 天天都是守候着 他的儿子的回来 其实我们的天父 也是一样 是时候的 等候我们回转 是随时的 是希望来到遥恕我们 接着 第二点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遥恕是一种的福气 当然 被遥恕当然是福气 所以大卫在诗篇32篇里面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变为有福 上星期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罗恩林牧师 是在讲到主土文的时候 讲到有三个缘 有三个的求 刚好我今天又讲了 不过我会讲的 我们就是三个的祈求 或者说 我们祈求的三个不同的福气 第一 是十二节所讲的 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而是我们就是求神 给我们能够有衣食的风筝 现在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想我们祈求的不单止是饱 我们最希望的 就是吃得有营养 这样我们身体才够健康 第二 就说十二节的 就是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要人的债 现在这个经济不好 很多人一生都是债 我们的国债更加好 得人害怕 天文数字 所以能够无债一身轻 真是一种的福气 十三节讲到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我相信 现在我们最盼望的 就是不要陷入在这些 凶恶的病毒里面 我们求神来到去保守 大家发觉在三个的祈求里面 唯一就是免我们的债 这个的祈求里面 就是有个条件的 就是要我们先来到 遥述其他的人 也都是唯一一个 是要我们所做的 不单止是做 而且我们要先做 神才会答应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刚才也看过 我们说到债 不一定是说到金钱 也都是说到 我们对神 或者是对人的亏欠 或者 我们得罪神 或者是得罪人的地方 这里说 如果我们是得罪了神 神是会遥述我们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先我们要遥述其他 得罪我们的人 所以主耶稣 在这个主土文之后 立刻就是有一个补充 或者是强调地说 他说 你们遥述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遥述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遥述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遥述你们的过犯 在这里我们看到 神或者主耶稣 是非常看重 我们信徒的品德 特别其中 这里说到 就是要遥述 我想到 起码有两个原因 第一 刚才也说到 我们所相信这个神 他是一个愿意遥述 和赦免我们的神 所以 他希望我们 好像他一样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而第二点 一会儿我会说的 就是当我们遥述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得着神的祝福 很简单 当我们能够遥述人的时候 我们与人的关系 自然就会和好 第二 我们与神的关系 也都会和好 因为神都会遥述我们 而且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 我们遥述人心中 有喜乐 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会尽心 而第三点就是 我们能够和自己和好 时时都听到人这么说 如果我们不遥述人的话 不是困住人家 其实是困住我们自己 自己就像坐在监上那样 是被我们自己的苦毒 怨恨所围困住 所以能够遥述人 我们自己都能够得着释放 今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约翰的故事 约翰小的时候就给他的兄长 来到去出卖 但是知道这个故事 就是大团圆的结局 因为最后约翰是愿意 来到遥述他的兄弟 所以他得着第一个的福气 就是能够一家团圆 不单止是见回他的弟弟 和他爸爸 也能够和他的兄长们 能够和好 真是一团和气 真是感谢神 第二 在他的经历里面 他明白到 原来他经历的苦难 当中是有神的心意 就是叫他先到埃及 以至到他有机会来到拯救 他整个的家族 所以当他明白了神的心意的时候 一方面他更加是乐意 来到是遥述他的家人 也都是他自己和神的关系 是会更加来到亲密 更加来到感恩 这样 当然他自己的心灵 就会更能够得着医治 和释放 所以遥述 我们是一种的福气 不单止是我们得着神的赦免 我们能够有福气 我们能够遥述其他的人 我们自己也都得着福气 好了 好了 那我愿意去遥述 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呢 圣经都真的挺有要求的 原来遥述人都有质量的 你说什么 不是买衣服 什么叫质量 你又听听圣经怎么说 圣经里面有一节说 在马太福音18章35节里面 他说你们各人遥述人 当然是好 但是要从心里去遥述你的弟兄和 他说我的天父 也都要这样待你们 就是说我们如果遥述人 好了好了 我遥述你了 但是只有一把口 我们未是真心诚意的话 这个只是表面功夫 神会不会怨立呢 可能会骗到人的 表面大家都和气的 不过有一句话就是什么 口和 但是心就不和 神很明白 很知道的 所以他说我们是要真心诚意的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质量了 量又怎样 就更加容易了 这句你一定会懂的了 有一次比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就说了 我的兄弟得罪我 你岂有此理这个什么什么 我要遥述他多少次呢 七次够不够啊 我想比特以为都不错啦 七是完全的 我对你说不是七次啊 乃是七十个七次 如果我是比特 我听到之后 我真的暈了 七十个七次 大家都知道了 是说无限次的意思 哇 从心里面去摇树人已经不容易 还要是无限次的来摇树人 就是说他每次来都得罪我 我都要摇树他 哇 忍耐都有个限度的 我们真的会忍无可忍的 忍得一次 怎么忍得他一生呢 不要管了 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先听完吧 跟着所以就跟大家去讲一下 到底有什么的能力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呢 能够可以无限次的 从心里面来到去摇树人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点想跟大家讲的 我们可以怎样学习呢 在这个《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讲到说 不可以去论断 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摇树人 就必梦摇树 接着在四十一节 他讲到 为什么看到你 弟兄眼中的刺 而看不到你自己 眼中的梁木呢 这里很有趣 他会将论断 论断 定罪 遥恕 遥恕 放在一起 论断 就是一般来说 简单就是批评 当然当然不是好事的了 定罪 就是看死人 他当然是这样的了 其实有时我们不用这么想 心里面 那个意念就出来了 遥恕 我相信如果我对一个人 是有一个批评 我认为他做得不对 特别是对我不对 而且我看死他 他成世人是这样的了 我想我真的很难去遥恕他 所以 这里主耶稣是提醒我们是什么呢 不要看人字 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有没有不对呢 我们有没有大梁木在阻止我们 我们先看自己 我们才去看人家 或者是去批评人家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对人留有余地了 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就是说 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包括在对方的身上 是未完的 就是说你今天看到他 不是那么理想也好 他得罪你也好 会改变的 我跟大家说 我真的都经历了很多了 无论是自己都会改变 看到对方 都是会改变 我们真是感谢神 如果我们对人能够留有余地的时候 知道神仍然是工作 我们就会更加容易 遥恕对方了 并且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 和我们说 事后未到 事后未到 什么都不要伦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里的意念 有没有什么 是对方的难言之隐 是永远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了解的 如果明白了解他的状况 他的情况 或者他的性格的时候 我们的感受就会不同 我们就会更加容易 遥恕他们了 现在我们 个个都喜欢 当然是看新闻的 特别香港的新闻也好 哪里的新闻也好 我们个个都好像 做了这个时事评论员 是不是都说一顿了 有个说话 我说很多样东西 我们现在未知道 没有绝对的 我们要留待历史的判断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这么说 但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的说法有点不同 我们应该说 我们要留待 神将来的判断 因为他明白 一切的情况 第二点 希望大家去学习 或者我们一起学的 就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去学习 哥罗西书里面说 倘若者人与那人有严隙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的 总要包容 彼此遥恕 主怎样遥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遥恕人 这里叫我们学习 把主耶稣的榜样 这样遥恕 是怎样呢 我自己第一个念头想到 主耶稣的遥恕是无条件的 因为他已经附上了这个代价 在十字架上 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了 所以是无条件的遥恕 而神自己 我们刚才也说过 或者我们也经历过 神是充满恩典 年吻的神 因为他体谅我们 明白我们 他也是接纳我们 所以其实在诗篇 大卫所说的 刚才那番话 说他会连述 他那些敬畏他的人 接着他就说的原因 就是在103篇第14节 他接着说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我们的本体就是 我们的本来是什么呢 是什么 思念我们 不过是尘土 今天你认为自己有多么伟大 或者多么本事 你竟然如此合适 在神的心目中 我们其实是一粒尘 可能也不如 所以神对人是怜悯 因为我们是泥土所做 并且好像微尘一样 就是说我们真的 极枝枝枝的有限 所以有句话 大人不介小人过 他怎么会和我们计较呢 另外路加福音里面说 这一句大家都认识的了 主耶稣在十字加上 他说一番话 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当人嘲笑主耶稣 是来到 是去将他 他钉死的时候 在他死之前说的说话 他竟然不忘记 是要遥述这个世界上得罪他的人 神为什么对我们 是这么体率 这么怜悯呢 因为我们的无知 他们所做 或者是我们所做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 美国是一个最发达 科学最进步的一个国家 但是最近的疫情 大家就看到很多人性的表现 有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他为了贪玩 他就参加了一个病毒的派对 结果大家可想而知 得了个病 终于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他就跟医生这样说 我起初以为这个病是假的 所以就试一下 谁知道原来是真的 可惜他知道太迟了 因为过了两天 他就病死 我有一个感想 我就说 到底人是不是真的这么自我 是不是真的这么盲目呢 叫他们不能够分辨是非 我相信 他们更加难的 就是去认识到真理 有时 如果今天我们不愿意 来到去遥恕人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都是有一些的盲目 未能够体会到神的爱 其实我们未能够遥恕人之先 神早就遥恕了我们 如果不是 我们怎么会得着这个救恩呢 所以神是吩咐我们 要用同样的心 去遥恕其他的人 而最后一点 是希望帮助到我们能够是有力量去遥恕人的 就是要为对方来祈祷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里面说 你又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仇敌 恨你的 要爱你的轮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的人 来到祷告 或者你说我没有当他是敌人 我只不过我原谅不到他而已 更加不要叫我为他祈祷 在这里提议大家可以试一下 首先是什么呢 为自己祈祷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瑶树的心 我自己都体会过 当我们辞之以行 是为对方祷告 或者为我们自己去祈祷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 可以认识叫他早晨 很自然的 或者我慢慢不再生他 当然也无所谓 有时他可能某些原因 做错了 或者他不知道 或者什么原因 我也很相信 透过祈祷的时候 圣灵会工作 圣灵就帮助我们能够成成 意思就是说能够叫我们变得更加完全 像我们天上的父 六月初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的黑人 被一个白人的警察 压颈而死 引起全世界 很多地方的骚动 大家会看到这个图片 原来这个图片 就是说一些白人 他是向这些黑人来到求饶恕 因为他们都知道 觉得他们自己做得不对 结果 这一帮人 就带大家一起来到跪下 在那里祈祷 而且是流泪 祷告 我相信 世界上 多大的冤仇都好 我们如果能够摆到神的面前 神就会用他的大爱来到去化解 叫人同人之间 我们同神之间 或者同我们自己的关系 能够可以得以复和 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要遥恕人 才得着我们天父的遥恕 第二 我们要遥恕人 我们才是得到神的祝福 第三 我们遥恕人 才是叫我们更像我们天父 我们更加是他的疑虑 在这里 请大家低头 我们做一个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自己 借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 主啊 我们知道凭着人的 我们实在不可以来到去遥恕 无论对方所做的是些什么 但是当我们今天的心里面 我们想起的时候 我们还是怀恨在里面 或者是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还有些不能够释放的地方 主啊 求你来到赦免 因为知道我们实在无能力去胜过 求你自己的圣灵在当中来到感动 让我们能够想起 有些哪些的人物 我们未能够是遥恕的 或者今天有些什么的人 我们未能够去接纳的 求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 释放我们 以用你的大爱 你的大能来到充满我们 以至我们能够是 舍去这些的重担 我们的心灵得着释放 主我们愿意是更加像你 求你帮助 祈祷交托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请大家一起唱 回应诗 主土文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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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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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